在上集中,程智苦追聂思雨 但是聂思雨一心为公司对他毫无兴趣 接下来剧情将非常精彩 江南思雨第三集,请听我慢慢诉说 在第三集中,程群集团董事长程齐骏回国 程智一副做了亏心事的样子来献殷勤 这次他和程齐骏一起去日本还见了山本先生 也是程智的老师 程齐骏让程智有空多和山本先生联系 也要问候一下耀子小姐 程齐骏和程瑞去日本见了山本先生和山本耀子 耀子很喜欢程智,但程智并不喜欢他 程齐骏和程瑞这次动用私人关系 让山本帮他们对付心目 山本还是有些情绪的 聂正强不在聂思雨这个代理董事长也很辛苦 他要对老员工动手 但这件事并不是那么容易的 高总约了聂思雨晚上一起吃饭 说是给他接风 张卫国对聂思雨颇有意见 吴勇这些人却并不在乎 他们是和聂正强一起打江山的人 根本不害怕聂思雨这个小丫头片子 不过张卫国还是担心 怕他六亲不认 程智又送了花和熊来 说是自己最近有事让这只熊陪着聂思雨 公司上上下下羡慕不 程智和程齐骏一起吃饭时 手机收到了自己现身心目的推送新闻 连忙放下筷子说吃饱回了房间 程齐骏看到新闻很是生气 程瑞来房间看他 程智哭哭啼啼的 程瑞建议他还是立刻逃跑 但还是晚了一步 程齐骏已经发现了 程齐骏不让程智和心目集团的人走得太近 更不允许他和聂思雨在一起 他整天就知道泡妞 两家关系这么微妙全世界都知道 就成知不知道 接下来剧情将会如何发展呢 敬请关注江南思雨 下集更精彩